台湾经济研究院公布最新的景气调查 美国与中国制造业的新订单指数回升 结束先前连续三个月下滑转为上扬 加上国内进入电子产业的旺季 科技产品出口外销订单均叫上月回升 另外服务业随着暑假得出游人数增加 带动餐旅观光 因此相关产业也都看好未来景气表现 美国9月联总会是否再度升息引发外界关注 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于25日公布近期国际经济情势 能看出虽然美国制造业持续低迷 不过美国消费成长速度出现回温 同样台湾消费方面也随着疫后人潮逐渐回流 累计1-7月零售业营业额较上年增加8.45% 院长张建一表示 台湾景气最坏时间过了 经济成长率今年第一季最差 不过下半年经济会比上半年好 可以从股市观察 现在离历史最高点只差一千多点 股市就是领先指标 观景气基本上因为最坏的时间应该过了 就是说我们从去年第四季 经济上去下滑 然后到第一季 第二季就开始上来了 所以是逐季 从去年第四季开始下来 然后第一季最差 -2.8 然后再来第二季一点多 然后再来三四季都是会往上 短中期来看的话 台湾的最坏时间已经过去 所以下半年的经济会比上半年来得好 目前服务业持续缺工严重 部分业者把薪资往上调整 是否将会带动整体薪资经济 景气预测中心主任顺明德说明 目前正积极停高薪资水平 以吸引员工投入 反映出这些行业的需求大过于供应 不过这部分能要继续观察 未来会不会变成功过于求 将会是一个注意指标 所以我们上半年的消费是非常旺盛的 但是最近引发了新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服务业大爆发 但找不到人 所以服务业必须用加薪的方式去找人 这一点也是我们刚刚讲的 供给弹性有关系 制造业它做的是商品 只要价格高 商品我总有办法做得出来 但服务业有很多专业的人才 我不是用钱就可以砸得出来 比如说航空公司的地勤人员 航空公司的空服员机师 我现在就算知道 现在缺空服员缺机师 也不是我现在街上找几个临时工 加上个飞机 他就会开飞机 那个东西的供给弹性 要来得非常慢 所以我们最近缺工的情况 薪资上涨的情况 会非常的明显 特别是在服务业 这一点也是我们下半年要小心的 最后关于开放陆克来台 张建一说明 陆委会已经释出善意 但目前适逢总统大选 要看中国是否愿意释出名额 但相信陆克来台后 对台湾消费会有贡献 记者薛峰台北采访报道